那么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园区形成的一种模式 我把它叫知识中心的外溢 特别是以大学为中心的一个园区的形成 这里面有几个 在上海有一些比较独特的 一些成功的试验 在西方也有 如果我说的大家都能知道 硅谷 斯坦福大学 以斯坦福大学为主的硅谷的形成 然后北京的中关称 对不对 以清华北大这些高校为主的 但是我们知道硅谷也好 中关称也好 它主要是科技 高科技 它主要是科技产业 它还不简单的是创意产业或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有没有啊 也有 在澳洲 澳洲昆成南科技大学 它专门就有一个创意学院 这个创意学院现在也是 跟我们上海系的创意学院有很好的合作 它这个创意学院 它是人为建立一个 在城市 城市的社区中间建立的一个大学 一个学院 然后这个学院都是 比如媒体啊 包括文学啊 包括设计啊 包括服装等等 就这些和创意产业相关的一些学科 就放在里面 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创意园区 这种形式都是很典型的 但是我们上海有几个典型的地区 一个是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是我 我一年多前我是在同济工作的 所以对同济比较熟悉 同济大学呢 它现在有个环同济设计创意集体区 也是上海80个创意团队集体区之一 它的产值相当厉害 大家注意 它从80年代开始自发地形成 我们知道同济大学旁边有一条赤峰路 在座的同学 如果有洋谱区的同学应该知道 这条赤峰路本来是社区里面的 它跟学校无关 只不过是学校周边的一条路 但是从80年代开始 这一条路也就几百米 它慢慢地有一些企业 小型的企业集聚到这里面来 那么到90年代就发展得非常厉害了 到90年上市经末 它的产值已经达到了30多亿 30多亿 那现在环同济设计创意集体区有多少呢 它的产值将近180亿 当时我们在07年的时候 07年同济百年校进的时候 我们的万校长 就是现在的科技部的部长万刚 他曾经说到2015年 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15年 还是2020年 他说这样一个区域的产值应该是300亿 当时只有30亿 他说要300亿 我们很多人说这是不可能的 但现在看来他这个话是可能的 为什么现在已经快到200亿 快到200亿 他就是因为同济大家知道 他最强的专业就是建筑设计 对不对 他就是以建筑设计 这个作为大学的知识中心 他因为有老师有学生有企业 有大学的企业 他开始对周边的社区进行辐射 外面的很多企业 他又开始集聚 因为他要依托这个大学 所以慢慢的在同济的周围 四平路周围 他就形成了一个设计集聚区 设计产业的集聚带 那么现在他的发展非常好 发展得非常好 所以在同济周围 他有一些像同济新村啊 包括一些居民 一些居民楼啊 你千万不要这些 认为这些居民楼里面都是居民啊 很多居民都把房子租给了公司 小的公司 他一栋栋住民楼里面 都有很多小公司在里面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上海戏剧学院 大家知道 静安现代戏剧股 就是以上海戏为中心啊 有十几家 将近二十家剧场 那么像上海画质艺术中心 对不对 很多很多 那么之前他跟上学也有关 因为戏剧跟上学一定有关的 包括上学的学生 有的学生 我们现在教委要我们统计 毕业的就业率 我们很难统计啊 因为我们的学生不要就业 为什么 他就打工啊 他就自己开个公司啊 或者说自由职业啊 今天这个剧主要我我就去了 明天没有了我就休息 有了我再去 对不对 你就很难说他就业没就业 对不对 那么就静安现代戏剧股 当然现在我们十二五规划中 还有一个 就是东华大学 我们十二五规划中 明确写要建立 环东华时尚产业代 上海市教委现在也正在推行 就文科大学的产业园 应该是上上星期 我还跟市教委的 我们的一个副主任 到你们上海大学调演 上海大学谁呢 就是你们美术学院 美术学院的院长 叫什么名字 我一下想不起来 美术学院 他在固城公园里面 固城公园有一个 上海民间艺术博物馆 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 固城公园离这边很近啊 固城公园在建的时候呢 有三千平米的空间就交给了你们上大 美院 无常给他们进 他在里面呢 就他的研究生啊老师啊 年轻老都在里面 做一些设计性的工作 我们就在那做一个调研 那么上海市教委现在就推出 就是文科大学 包括艺术类院校 也可以做园区 我们知道我们原来的大学 我们叫科技园 现在提出个文科大学科技园 我跟他们提 别叫文科大学科技园 叫什么呢 叫文科大学创业园 对不对 我现在在上海 我们就带领我们一批 一批老师 我们正在做一个创业园 因为我们沿着华山 我们有三栋大楼 现在都完全简单地租给别人 租给企业 收租金 我就提议 不要简单地租给他们了 我们要把它作为创业园区 我们要集聚相关的产业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们正在做调研 做研究 下期我们还要开个会 开个专家认证会 这是中心外溢的一种形式 那么大家可能会说 上大怎么样 上大怎么办 我们现在建学校 就是不应该怎么样 不应该有围墙 我们这学校一圈起来 谁还跟你玩 对不对 学校就应该建立着社区中间 建立在企业中间 政府之间 我到昆斯南科技大学 创业园区考察的时候 就感觉到 不知道哪个是他的大学 因为他没有边界 他没有围墙 他大学里面又有商店 也有政府 也有企业 也有居民 什么都有 他就是一种非常新的模式 创新模式 那么第三种 我们说是全统产业园的转饭 刚才我也讲了 中关村 包括上海的浦东的张江 中关村和上海的浦东张江 他都有他的定位 张江主要是什么 我们知道中关村 他主要是 他主要是 这个计算机的演化 非常厉害 那么 张江是什么 张江最重要是 他的药物和高科技 这些东西很厉害 但是我们说 差不多是十年前 上海的张江和中关村 已经开始转型了 怎么转型 很简单 他们开始注意到文化 和新媒体的一些产业 张江文化科技园 张江这个园区 现在在上海的文化园区中 是走在前面的 为什么这样说 大家知道盛大 盛大网络就在张江 盛大网络一家 去年的产值 我不是很清楚 前年就09年的产值 我是知道的 他一年的产值是70亿 70亿什么概念呢 就一家盛大游戏 就是每年是70亿的产值 70亿产值什么概念呢 大家可能不清楚 不清楚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较一下 上海有两大报业集团 上海有两个报业集团 但是哪两个吧 知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 谁能说出来 有没有同学能说出来 就上海有两个大的报业集团 一个是解放日报报业集团 还有一个是文会 新民报业集团 这两个报业集团 有几十家报纸 有几十家刊物 还有一些印刷企业 像文会新民报业集团 还有一家出版社 他们的从业人员成千上万 盛大网络多少人 也就一两千人 这两个报业集团 到现在每年的产值是多少 加起来 两家加起来不过20亿 盛大一家70亿 你想一想 它的对GDP的贡献率是多大 对不对 它就注册在张江 很多高新的企业 高新的文化企业都在张江 所以就这些传统的产业园 它就转型了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 改革开放后 它建产业园有几个路径 一开始工业园区 然后科技园区 对不对 现在开始到创意园区了 或者文化园区了 它有一个发展的阶段 也就是说一些工业园区 或者是科技园区 它开始有意识地转型 形成新的园区 那么第四种 第四种呢 我把它概括为地产项目的新造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这个项目本来是房地产 搞的是房地产 并不是创意园 创意企业 创意园区 但是呢 它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创意园区 最典型的就是什么 就是新天地 新天地大家知道 但新天地最近可能有点麻烦 因为新天地这个地方 它位置选择又好又不好 它选择着一大会子旁边 跟一大会子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 一个是革命的 一个是后现代的 这个风格不大统一 为什么老外喜欢这些地方 中国人不喜欢这些地方 其实也很简单 也不能责怪我们中国人 因为我们的发展 还处在一个发展阶段 我们上海两千多万人 两千多万人口 它的消费 如果从消费形式上来看 我们两千多万人 可能有一大半人 它还处在一个什么 出败一个工业社会阶段 也就是它不可能 到这种地方来消费 可能我们能够到这地方来消费的 能够消费的 只占少数的人群 我们很多人大不了 去走一圈看一看 看一看而已 到此一游而已 你说我去喝一杯咖啡 去喝一杯酒 怎么样 去购物 可能都不大会 但外国人他喜欢 对不对 他也有这种消费的能力 所以不愿意我们上海的老百姓 对不对 消费水平还没达到这个阶段 新年级一开始 他就是 他本来是把这一块地买下来了 穿下来了 本来应该是 按原来的计划是推倒重来 盖高楼大厦 那会赚得很快 对不对 做一个房产项目 但是最后有一些人跟他建议 是不是不要这样做 因为这一片都是老的上海石库门 这么好的建筑遗产 推倒了太可惜 那么香港的瑞安集团 罗康瑞 这个人还是一个有文化的企业家 他就争从了这个建议 就变成了现在的新天地 事实上现在新天地 他的租金 他的带动作用也是非常高的 本来这个旁边的房子是很便宜的 但是因为有新天地 这个周围的房价全部升起来 对不对 他本身新天地的 他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他自己的生产 也有带来很大的 包括他的租金 他的交易 他的生产也是很大的 效益也是很大的 那么新天地这种事可遇不可求 我到过长山脚的一些小城市 他们说他们也有新天地 我就笑了 他就模仿 对不对 我前一段到徐州去 徐州报业集团请我去 去给他们讲课 他们中午吃饭就带我到 说我们到我们一个新天地 我说你们怎么也有新天地 他说这一块建筑 包括金银 都是交给上海新天地来搞的 来做的 这个公司来做的 你可见它的影响是多大 对不对 但新天地是成功的 还有些失败的 像杨浦区有一个海上海 海上海不知道 大连路旁边 海上海这个项目 一开始又是想模仿新天地 但它不是旧区改造 它是建立在新建的一个园区 一个商业区 它是想把 它就想把创意文化艺术 它还有一个剧场 都想建立在这个社区里面 很可惜 没有成功 现在这里面没有什么文化味道了 完全变成居民楼了 完全变成居民楼了 还有一个就是创始天地 也是新天地的开发商罗康瑞 做的 在江湾无教场 大家到过江湾 到过无教场 万达广场 再朝前走一点 就是上海的老 上海的 就是江湾体育场旁边 有一个创始天地广场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去 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 这个地方有几个咖啡馆 还是值得一去的 但是人很少 一墙之鸽 万达广场 人山人海 他这边非常冷落 但是罗康瑞坚持下来了 因为我们也相信 这个地方会活起来 但只是时间不到 但他打造的 就是按照创意园区来打造 这是地产项目 他作为一个新的园区 这在上海很多很多 在我们眨北区 宝山区都有 非常多 这是四个方面 如果我们从实践上来看 从实践上来看 大约是上海的创意产业 或者创意城市 它大约是一个 05年是一个节点 05年之前 大致都是自发为主 05年之后是自决为主 那么到10年 是一个节点 又是一个节点 10年开始一个总结 那么又面临着 1025的一个发展 那么上海有一个大的举动 就成立了一个上海文化创意产业 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 我们叫上 我们简称文创办 文化的文 创意的创 文创办 这个小组成立非常有意思 这个小组是 10年底成立的 11年 也就今年的4月3号 开了成立大会 这个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小组 非常有意思 如果我们讲的话 从国外讲起 创意产业最先提出 大家现在都一直认为是英国 98年 英国因为它的经济发展比较低迷 布莱尔上台 要实行新政 怎么办 成立了一个创意产业引导小组 布莱尔亲自做主转 开始推动英国的创意产业发展 所以创意产业从这个时候开始 开始 应该88年 不是98年 从这个时候开始流行 影响到全世界 北京 北京在2005年就成立了文创办 它的组长是谁呢 是北京市市长 刘琪 那么上海到今年才成立 有点晚了 对不对 有点晚 我们都说 一直呼吁他们要成立 为什么要成立呢 很简单 因为创意产业它是一个交叉的 它涉及到众多的行业 我刚才讲了 上海市创意园区 经纪委 经信委搞一套 宣传部搞一套 对不对 各搞各的 形成不了聚合 那么 现在上海也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这个领导小组我们叫文创办 4月3号开的成立大会 我们组长就是市委副书记 应一锤 下面就把宣传部和市经信委整合起来 各个部委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小组 来协调上海创意产业的发展 我们以前上海制定的十一五规划 十二五 十一五规划 只有上海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十一五文化产业规划 上海十一五文化创意产业规划 现在呢没了 现在这又什么呢 你看 现在名字就叫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 合起来了 这个作用是很大的 当然我们现在对它到底以后怎么样发展 我们还要看 但至少从政府层面知道 这个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是要多方面 要在体制上进行整合的 但上海的体制还没有完全整合 比如大家知道 上海现在有体育局 有旅游局 对不对 其实我认为体育局 旅游局都应该整合 因为体育产业 它也是文化创意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 旅游业本身也是文化创意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我们上海现在怎么办 都分开 各搞各的 各有各的一套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部门都有部门的利益 这是从实践上讲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看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就是提出一些问题 就是发展创意产业的思考 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来 创意产业最早的一个概念 提出就是 我就说 英国的首相布莱尔 他成立了一个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 提出了创意产业的概念 你看 英国它就叫文化媒体及体育部 你看到没有 它这个政府的分类就不一样 我们上海怎么分 上海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上海有一个文广局 文广局就是文化广播影视 原来有个文化局 还有影视电影局 现在把这个文化和这个合起来了 但上海有一个什么 出版局 然后体育局旅游局 像这些其实都在西方国家 它都是一个局 就是一个大部制 所谓的大部制 因为它都是相关的 对不对 那么英国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之后 那么在欧洲美国 包括澳大利亚 包括台湾香港包括新加坡 韩国日本都纷纷的响应 他们就认识到创意产业的发展 或者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对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性 提出了非常多的概念 那么我们知道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都提到 建上海国际大都市 或者叫世界城市 就是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 或者成为世界城市 世界城市的标志是什么 国际大都市的标志是什么 其实有一个标志的 就非常简单 就是说它的服务业要占 比例要占得很大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 我们上海的服务业 什么叫服务业 服务业又分生产性服务业 消费性服务业 一搞搞胡斗了 我就跟大家简单介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是什么 就是农业 我们家如果在农村 这个农民种稻子 种麦子 就是农业 这就叫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是什么 制造业 纺织 机械 这都是制造业 第三产业是什么 服务业 开商店 对吧 做服务 做研发 这都是服务业 包括一般的消费 都是服务业 大家说饭店算不算服务业 当然算 对不对 旅游业算不算服务业 都算 那世界性的城市 世界城市 像纽约 东京 巴黎 这些城市 包括伦敦 它就是看这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 像我们上海 现在第一产业绩很少了 可能是几 只占百分之几 但我们第二产业占的还很大 我们第三产业现在只占到 还不到百分之五十 好像应该是不到百分之五十 就一半 那么像纽约 伦敦 巴黎 它的第三产业占多好 它要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也就是它整个城市完全是服务业 它没有生产了 它没有工厂 没有企业 它完全是服务业 消费性的服务业 当然也有生产性的服务业 所以这样才是一个 一个世界性的城市 那我们中国呢 我们上海差得还很大 对不对 差得很大 所以上海现在要提升 提出这个产业 要卷型啊 卷型怎么卷啊 就是把传统的制造业 变成高新技术企业 高新技术产业 而要提升服务业的增加值 使服务业加大 所以我们要上迪士尼 你想一想 我们迪士尼要开通以后 迪士尼要开通以后 对上海的服务业的增加值 我估计要提升 两个百分点 大家别看起来两个百分点 两个百分点不得了 对不对 因为上海的产值很大 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意识到 这个创意产业 或者文化创意产业 它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创意产业 它已经不是一个理念的问题 它是一个巨大的经济的存在 巨大的经济存在 所以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 非常重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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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